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向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魏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前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窗越烂越大 其中有徐米乃和斐里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事已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唯有那鱼拙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征镜的 然而 主的仆人不可征镜 只要温温和和地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